第1378章宇宙起源 谁 谁在说话 观测模糊辅光的过程中 军天遭遇了极大的震哲 只觉得辅光斩杀在他的精神世海 毁掉了他的修行根基 其间精神层面无限暗沉 等待军天艰难转移视线 状态回归正常的时刻 面孔异常苍白 眼底残留着阵阵心迹 好像有人在我身判说话 军天下意识开启洞虚道府 凝望着残破雷锤 你说什么 分物质 交流中军天震撼 那年与宇宙教父交谈 他再三警告自己不要提及反物质 如果层面不够更不要触及反物质 说明这等物质太恐怖了 存在很离谱的毁灭力量 原本他觉得这是专属于天坑的反物质 没想到这片开天宝界存在反物质 就在刚才看到的辅光物质吗 军天越想越心惊 反物质牵扯到了宇宙起源 交易 他断断续续传来话语 朦胧的身影在石壁上若隐若现 军天皱眉 他想要黄尼 交易于反物质的相关资讯 你还是没有诚意呀 军天不由地摇头 反物质兴许以不同的层面呈现 当然黄尼给他没什么 棘手的是他是善是恶 会不会翻脸 如果他炼化了黄尼 恢复到足够可怕的高度 以军天的能力很难压得住他 军天也很惋惜 彼此没有信任基础 否则花费心血要帮他复原 神秘女子静默了一会 传出断断续续的话语 大概意思就是 反物质的体现层面不同 刚才的辅光 或许是牵扯到反物质层面的绝学 也可能是气物残留物 反物质层面的绝学 军天惊骇 真的是闻所未闻 莫非超出了禁忌绝学范围 你 无法触及 我或许能截获 他继续出演 军天可以看出他较为急躁 很想第一时间弄到黄尼 军天面孔凝重 斟酌再三 道 等我看清楚反物质是什么再说 主要是军天担心闹出什么动静 这里毕竟是宇宙伤盟的地盘 如果真的挖出什么出来 红尚女王压根保不住他 你这是怎么了 此刻 红尚女王面带愁容走来 看了眼军天苍白的面孔 猝眉问道 负伤了 刚才深层次关注开天宝界 精神遭遇了一定压力 算不上什么伤势 军天这样回答 文言 红尚女王眼底的焦虑散去了 再一次荣光焕发 深层次观测遭遇了反制 说明军天看到了更多的规则脉络 这些足以说明 军天的洞察力太敏锐了 历身在外都能发现棒果的规则脉络 如果在内部体现会更加非凡 没事就好 我们走 该入场了 目前这座仙山的一系列弟子都在焦虑等待 红尚女王的成败对于他们未来的身份定位影响较大 小白虎的脸还是有些红肿 金秀的也差不多 昨天被收拾到半夜 哦吼 看到走出来的男女 小白虎瞬间精神抖擞 发现军天面孔苍白 反而红尚女王容光焕发 这很不正常 小白虎常年和花和尚丝混在一块 对于男女知识了解 犹如深谙辞道的大师对着金秀传音 秀儿 别有压力了 姑姑都摆烂了 瞧见眉 一晚上肯定没有消停 我很担心师尊能把你拆了 炖虎煸汤 给他补身子 金秀斜眼看他 你个傻缺 我是母的 怎么补 换句话说 我还是公的 天天收拾你一百八十次 小白虎乐狠狠瞪他 呵 女人 你不行 金秀冷笑传音 此刻 红尚女王看到他们相互间秘密传音 似乎在编排自己 面孔顿时拉下来了 这对小姐妹感应到了女王的目光 不由得瑟瑟发抖 下意识走在原道子身后 大气不敢喘 什么情况 军天诧异看他们 想着怎么做死 红尚女王现在没空教训他们 抬头巡视着巨型黑洞 已经冒出无穷的瑞霞 坑土海量的法则之光 刷 红尚女王踏向虚空 带着他们接近黑洞世界 宇宙商盟各路长老紧跟着到来 数位身影朦胧的真仙巨头 其余的都是人仙领域的强者 这等阵容 有些豪华了 军天都无比不适应 想到这里是宇宙商盟的大本营 便是在心里低语 宇宙商盟固然贵为前三商盟 真仙强者肯定不少余散修建 这是真正的高端局 万幸军天诱正先被隐藏自身状态 场面的氛围较为压抑 各方都在打探自己的竞争对手 这片区域汇聚的各路年轻成员 没有一个弱者 要么体质特殊 要么悟性精适 要么来历通天 除了部分年轻人遮蔽了自身状态的 军天看向其他的成员 以圣莲子数位的体现的最为鼎盛 军天望向一位雄姿挺拔的年轻男子 恐怖与未知 犹如立身在万法之地 带给他较为深邃与浩瀚之感 孤 原道子 他是我们宇宙商盟的第一天才 小白虎传音过来 万元之躯 如同天生天养的绝代天骄 尚在母胎的时刻以各类太出之气滋润 太出根源培育道基 军天心精 这是什么待遇 离谱了 小白虎不清楚他的具体战力 常年都在闭关 由大长老亲自培养 前职肯定飙升到骇人听闻的层面 精秀他们都不否认的是 这一次第一绝对是万元之躯 单单是他的体质就能勾动各类宇宙法则 军天惊讶 因为想到了七窍玲珑星 他的身躯岂不是具备了相当的特殊性 接着他审视着一位十足天骄 看不清具体深浅 大概有宝物镇守 不过军天扑捉到了非常浓郁的时间本质 除了这三位以外 风雨雷电四大古族 每一位都有非凡的体现 好似天生天养的起源者 随时能与宇宙本源沟通 军天不由的心惊 宇宙之大无奇不有 只不过如果将帝女从古文明薅过来 他们真的都要靠边站 军天奇怪的是 多数强者都在暗中巡视他 什么情况 红上女王也得到了相当的待遇 伤亡许多长老正在以特殊的目光审视着他 这让女王的怒气直狂飙 但也始终忍着准备秋后算账 哼 这时间 宇宙伤亡最古老的三位长老来临 盘坐在混沌迷雾中 军天下意识看了眼 只觉得在面临宇宙升空 这就是宇宙伤亡三位定海神针 他们的实力肯定超越了女王 鬼知道积累了多少个宇宙时代 三长老发出浑厚的话语 开始吧 期待能采集更多的太出之气的根源物质 刷刷 此言一出 所有的参与者其刷刷向前横度 原盗子在一次成为了关注对象 因为仅有它是永恒进生命体 速度也是最慢的 女王 你的口味有些特殊啊 依兰背后的十一长老来了 一位中年美妇人 嘲讽一声 永恒竟都拉出来参赛了 如果说你们两个没有特殊关系 我都不信 红上女王淡淡的目光看向他 道 你夫君没来 我找他半天了 你 十一长老勃然大怒 真的咬牙了 他和红上女王向来不对付 主要还是他夫君曾经追求过女王 后来接连被婉拒就开始追求他 十一长老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 每当面对他都要矮一头 别提多难受了 红上女王冷笑着收回目光 立身在黑洞边缘区域 审视着发光发热的开天宝界 那片世界的景象非常朦胧 空间相对于不稳定 始终处于扭曲状态 太古宝界的覆盖范围无比广阔 想要闯进去挖掘造化 需要深层次接近这些混乱法则 才能梳理出正确的通关捷径 这算得上宇宙刚刚成型 法则秩序需要梳理才能完整无缺吗 军天审视中想到了孕育分身的过程 将混乱的大道法则全面梳理 最终形成稳固的宇宙维度 从而孕育出诸式万物 映入眼帘的光泽无比刺目 这是混乱的规则脉络 每一位原观测者都遭遇了强烈的威压 各方都在抓紧适应这片世界的环境 军天抚养着这片世界 鲜卑迷雾遮蔽自身状态 境界开始回归至高神领域 轰隆 他瞬息间不同了 第一众违规及道路绽放 全身喷射出万道光雨 更像是万道在肉身之内起源 军天观测前方的混乱秩序 感应到了无上伟力 那是宇宙生命在起源 在演绎法则大道 在疏离稳固的宇宙时空 看得越深越是觉得自身的渺小 它像是活在开天宝界的一颗星辰 面对波澜壮阔的大宇宙 仅仅是陪衬 这些显照规模是强硬 但也不过是参照物罢了 军天研究 铺桌这些宇宙起源大道 以它强大的运算能力 以弯道路进行梳理 将一系列的混乱法则 在脑海中进行重组 这里仅仅是周边区域 规则显照谈不上什么高端 参悟下去没有任何意义 军天皱眉 它准备与开天宝界的本源 建立更深的联系 以大局观测整座开天宝界 才能弄清楚宇宙起源的最强悬傲 军天认为 可以更好印证它的第一阶段的违规及道路 这样可以让第二阶段轮回大道 更为饱满与合理 对 就是这样 观测宇宙生命起源 更好滋润我的内道 撞到我的万道路 重新梳理出轮回定律 说不定 我的万道路能更为凝练 可以在原有基础上 撞到我的轮回大道 军天想到了什么 这是难得的机遇 从宇宙古老起源开始深挖 弄清楚宇宙大道的基础构架 它是形式无比果断的人 直接迈步向前走 呃 这小子在干什么 不走寻常路 唯一的永恒生命体 竟然选择现在前进 它疯了吗 周边区域才能更好梳理混乱大道 太初之气可都隐藏在大道脉络中 如果无法梳理出混乱因素 根本无法将藏匿在宝剑内的太初之气挖出来 黑洞边缘区域的各路强者议论 许多强者都跟着扫视红上女王 这极品货真的是他男人 红上女王促眉 紧接着放松 如果幕后黑手一脉的门徒 连太初之气都挖不出来 传出去谁能相信 事实上 君天梅走出一步 耳边就是混乱大道的摩擦之音 带给他强大的心理威压 觉得生存的世界都在全面扭曲 他摸了摸下巴 仰头观望扭曲的苍穹 略有所悟 大道之争 这是最原始与混沌的状态 需要定律稳固混乱因素 那么 这片开天宝界历代开启了数百次 真正的定律是什么 女王未曾提及过 看来这才是真正的核心 或许与反物质有关 反物质开天辟地吗 有意思 我看到的辅光反物质 很可能牵扯到某些可怕的历史悬案 君天想到了什么 第1379章开天辟地第一道本源 开天宝界的时空是完全扭曲了 深处景象朦胧不可见 时而有刺目的混沌光与轰落 源自于那些相互碰撞的大道 对立中形成各类天灾 生存环境无比恶劣 开天宝界没有世人预想中的美好 因为它还没有彻底成形 君天漫步在毁灭世界 体内闪烁万道脉络 形成万道之光壁体 咚咚咚 它犹如万道巨人走在扭曲的时空 深层次扑捉相互碰撞的大道 这等道真看起来 壮弱漫天起源者在相互厮杀 每一条大道 都可以理解为起源道路 万道之争更为残酷 轰隆 君天的耳盼炸裂出巨大声响 等嫌起源者完全要在这里失聪 因为看到的规则脉络越来越多 对它形成的大道威压愈发强烈 君天就这样走走停停 瞳孔扫视一片片区域 面孔时而凝重 时而困惑 时而豁然开朗 在这个过程中 君天体内的万道脉络 犹如色彩斑驳的星河线条 时而交织 时而碰撞 同样滋生出各类毁灭光雨 它的瞳孔变得深邃了 体内进行万道之争 模拟开天宝界的生存环境 将肉身视作宇宙 内道 万道相互冲杀彼此的时刻 君天的肉身都在冒血 要破裂 到积不稳 这是另类的锤炼 以自身的道拷问自身 但在其间 君天不断梳理全身脉络 他在进行矫正 让其看起来更加完美 更为符合宇宙大道 这奇葩在干什么 兜兜转转已经一两个月了 拨刺负伤 流血 这时被混乱法则给急伤了 总觉得他在摸索什么 是在各地搜寻先天领宝吗 许多长老纷纷惊乐 完全看不懂原道子的骚操作 即便是在商盟全是滔天的三位长老 都在皱眉 对着女王传音 你在搞什么 实在不行让他出去 三长老你过分了 探索的路子不同 或许他在亲身体会 也没有爱着观测着什么事 女王无奈 传音过来 最好是这样 否则我会把他强行逐出 三长老懒得和他废话 干脆眼不见心不凡 目光集中在圣莲子他们身上 这些带是霸王的体现都非同小可 体内蔓延出棒骨的大道法则 徘徊在周深 都在梳理混乱大道 其中以万元之躯的体现最为强硬 快要演绎出完整的开天道图 甚至他的肉身 能与混乱大道沟通 解析出重要资讯 等待顺利出来小规模的先天道图 就能深挖藏匿的各类资源 显而易见 先天道图是挖掘资源的必备之物 万元之躯的速度看起来很快 它能破记录吗 不往历史上 最快的探索者记录是三个月 以万元之躯的特殊性 应该具备希望 事实上 万元之躯最强的本领 是能和宇宙本源沟通 梳理出各类重要资讯 深挖出一系列隐藏的天才地宝 长老们都在这里讨论 纵然胜莲子无与伦比 但是论其体质的特殊性 万元之躯才是恐怖无敌的 又过了半个月 军天的身影萌朦胧胧的 壮弱大道形态 与这片世界建立深层次的关联 随着胸膛一呼一息间 体内闪烁出的万道硬痕 好似星河在转动 倒映出了山川大地 星空明月 带着古老宇宙起源的奥妙 光 随着起源经运行的时刻 军天的生命体赤胜璀 汲取开天宝界的道物质 回馈给自身 滋润万道 这是在干什么 养道 它壮若先天生灵 滋润内道宇宙 渐渐朦胧出天地初开的玄奥 万道路的体现紧跟着改变 矫正 全身覆盖的亿万道 很犹如盘活的自主转动起来 痛快 军天紧握着拳头 精气神更为凛冽了 刹那间万道起初 欲要交织成一方古宇宙 内运生命起源 它突然发现起源经的伟大 生命起源可以推算出宇宙起源 可以让它的违规及脉络 跟着散发宇宙起源之光 毕竟是老首领最终奠定的篇章 目前 军天滋养的内道 撞入万道宇宙 深邃不见底 当然清楚还不够 还需要汲取更多的物质 等待长行间接促进轮回大道更强 以一 原来你在这里 军天时刻意禁忌前直观测扭曲的时空 历经两个多月的探索 恍惚间扑捉到了混乱大道 隐隐在平稳 军天猛的天眼通与顺风耳开启 锁定了稳固混乱大道的源头 宇宙出生 大道不稳 就这样滋生出源头 化为核心 似诸是万道的核心 古老宇宙生命的发源地 形似海眼 漩涡 正在梳理开天宝界的混乱大道 开天宝界的宇宙核心 军天很果断走来 仰头凝望 发现宇宙核心在缓慢长行 可以理解为正在孕育定律 滋生出至高的法则权柄 军天盘膝而坐 闭上眼眸 惊气神无限飙升 刹那间像是凡人登陆外太空 超脱了室外 跳出了三界五行 他就这样以上仓视觉 审视着核心定律 从孕育到成形 如同宇宙核心的诞生过程 末日方舟的锻造进程 军天都忘记了来这里干什么 静坐观望 看得女王心急焦虑 这家伙到底在搞什么 快看 有强者惊呼 万元之躯成功了 脚踏先天道徒 带着无上的威慑力 俯视这座开天宝界 一系列的混乱大道在他眼底完全不同了 距离三个月还有半天 他果真打破了记录 这就是地子路文明大爆炸的成果 期待万元之躯可以大获全胜 若是能挖出先天祖根断然大获全胜 各方惊骇 身为领头羊 万元之躯短期可以展开强有力的收割 轰 他无比冷酷向前压来 脚下踏着先天道徒 与这片世界深层次沟通 很快发现隐藏在不远处的太初之气 他接近 探出大手 将与大道融合的太初之气 引生生抽出来 很顺利斩获第一道 预示着资源挖掘开始了 我说 你男人怎么回事 为组长对着女王传音 闷骚女 你给我闭嘴 女王气得瞪她 我这不是担心你 真是好心当成驴干费 为组长偏头冷行一声 用不着你操心 袭击是需要创造的 女王不认为军天不靠谱 反正资源挖掘组有三年 目前时间刚刚过去十分之一 为组长吃之以鼻 蹲在那片区域 就能有资源砸在他脑袋上 这 第二天过去 原本世人认为圣莲子成功了 结果没想到是雷族的雷元儿 这让各方惊讶他立身在什么层面 陆续的 圣莲子他们相继成功 在这个时间段万元之区已经采摘了三十来道 疑 姑父跑到深处了 竟然领先了万元之区 不对 他盘坐在原地 压根没有采摘太出之气 小白虎醒悟了 花费了三十六天 悟性也较为了得 留意到军天处着不动弹的姿态 就无比呆猛挠了挠头 在军天的精神视线中 宇宙核心缓慢成形的过程中 时刻冒着古老的开天光雨 正在持续浓烈 旺盛 咦 那是什么 军天解析核心定律的时刻 突兀发现宇宙核心剑射出一道光 好似宇宙起源开始的第一道光 这一道紫雾 透着无比浓烈的太初本源 带着浩瀚的宇宙起源奥妙 轰鸣着也腾越向外太空 军天震惊 身躯紧跟着散发出庞大的牵引力 隐生生将紫雾牵引下来 那是快看 飞动边缘世界的强者大片师生 紫雾轰落的过程 气象万千 渲染的那片之神之圣 将军天映衬得犹如道尊 太初之气的根源 万元之躯眼底闪出异色 刹那间逼近 圣莲子他们同样迅速接近 然而非常遗憾 紫雾落在军天的头顶上 紧接着被他收入洞虚道府 我错 这 这是什么运道 很多人爆粗口 惊骇 失声 这是走了什么狗屎运 根源竟然自主冒出来 哭哈哈 红上女王笑得差点流眼泪 过往也从未发生过这等案例 十一长老怒不可乐 上苍拉石吗 原地不动都有宝物送上门来 周围长老纷纷无语 按照资源采摘的数目 原盗子第一了 小白虎兴奋无比 认为姑父是气韵之子 怪不得能降服女王 万元之躯面孔凝重 接近这片区域 审视着军天盘座区域的上空 眼底闪出疑虑 接着在周围震惊的目光中 万元之躯直挺挺坐了下来 面孔凝重仰头观望 疑似有重大发现 圣莲子跟着来了 仰头看了看 他略有所悟 跟着盘座 为原而同时感应到了什么 翘脸凝重些许 这里似乎有些不对劲 秀儿 快走 蛊妞 你发什么神经病 没看到他们都坐在那里 我们也去坐着 看看我姑父已经引流了潮流 你还真以为还有第二道根源冒出来 就刚才的狗屎运还能发生第二次 没看到他们都坐下来了 我们就算看不到也要装装样子 小白虎阵阵有词 拉着金锈过去烂鱼充数 第1380张反物质源头 他们都在搞什么 大片探索者都跑过去了 围绕着原道子盘坐仰头 有些诡异了 众多长老都非常吃惊了 没想到他们看中的超级奇才 都在效仿原道子的奇葩行径 这很不正常 十一长老面孔僵硬 原道子第一个发现这里 莫非他的悟性非常的恐怖 这也是红上女王放弃圣莲子的原因 至于军天没有理会他们 正在审视宇宙核心成形 冒出的第一缕子物 绝非等弦的根源可以媲美的 蕴藏着夺天地造化的物质 太初之气浓烈无比 散发出宇宙起源的无上玄奥 宇宙诞生的第一缕本源之气妈 第一肯定非同小可 军天面孔凝重 直接将子物具纳到身躯中 果断炼化 轰 紧紧电火时光间过去 军天体内的本源法则猛烈轰鸣 咆哮起来 倒映出无穷的宇宙景观 一系列史诗级的画面 军天犹如成为宇宙第一位起源者 成为了传道者 成为了第一生灵 这是无比复杂的体验 好似宇宙赋予他的权柄 负责引领万道成长 开辟起源道路 在这里叫化众生 化作鼻祖 源头 妙不可言 军天心经无比 认为漂流在星海 遨游在法则汪洋 历经了较为漫长的岁月 从最古宇宙资源开创出盛世 恍惚间 开天宝界与他建立了无比亲密的联系 像是成为了祖根 母气 唯一根源 大宇宙的宠儿 他更生出某种可怕的错觉 欲要废掉自身的一切 伴随这片宇宙成长 这不是我的路 军天幡然醒悟 轮回大道自主轰鸣起来 打断他的特殊旅途 将一系列的经历当作参照物 补全自身的内道 等待军天审视自我 眼底闪出金融 万道前职犹如走向了极致 朦胧着宇宙起源傲益 壮弱深邃的漩涡 要凝聚出万道战先 好大的造化 前职得以完善 万道脉络清晰 蕴藏宇宙起源玄奥 伴随着生命进化道路进行成长 怎么觉得这等万道脉络 有种未来要自主滋润出 仙道规则的气韵 军天暗暗胡疑 仙道规则唯独成就真仙 才有资格孕育成形 他有着较为惊人的触感 万道法则养成了更深邃的内道 一念间千遍万化 信守年来 四位列仙般 逍遥自在 这让军天心训难免激动 万道重塑 养成了带式底韵 这将是他未来探索轮回大道的 最强道机 或许我的万道路 未来真的可以沉淀出万道仙京 这将会是无上的仙藏 具备教化众生的资格 军天在心里低语 等待轮回核心闪烁在万道世界 驱动万道奥义更好显照 运行 道横就这样更上一层楼 竟然快半年过去了 等待军天转醒 他也没有想到 从接引第一缕子物恋化之后 经历这么长时间 反倒是 刚才盘坐在这里的万元之区 他们 都走了 显然没有洞悉到问题的根本 未曾观测到宇宙核心 结果显而易见 唯有竞技道路才有希望接触 军天依旧静坐在这里 成为了静力的风景线 女王又开始犯愁了 万元之区 他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说明没有隐藏的资源世界 他多次想要传音 但是终究忍住了 认为永远不要以正常的思维 去评估幕后黑手一脉的行动力 位于宇宙核心 每隔一段时间 喷出一缕子物 看来许多子物都飞出去了 腾越到了穹顶 徘徊在开天宝街的外太空 那里绝对还有最强的资源库 也或许 最强的宝藏窝就在上头 军天散发出庞大的牵引力 将飞出的一缕子物接引而来 准备研究和第一缕有什么悬殊 这 竟然又飞出来一道 有长老留意到了 脸色怪异无比 纷纷扫尸女王 他从哪里挖出来的怪胎 这位叫做袁道子 真的能忍得住 不过半年仅仅飞出来一道 等待三年期限已满 他的时候也要垫底 十一长老忍不住出言嘲讽 目前圣莲子他们的收获都较大 最惊人的是万元之区 已经收回了上千道太初之气 大长老的眼底则是闪出疑虑 莫非军天发现了根源再生区域 不可能 没道理 借着他摇头 军天如果真的在观测宇宙核心 万元之区他们岂能发现不了问题 又过了一些时日 军天发现宇宙核心的孕育似乎到了临界点 将要开始大爆发 他也没有继续采摘子物了 因为远远及不上第一缕 军天则是皱眉 核心仿若成形 开天宝界断然可以化作稳固的宇宙时空 可既然他从未稳固过 仅仅可以说明彻底成形的时刻 开天宝界将要闭合 看来这片宇宙并不具备孕育生命的高度 军天想到了什么 孕育生命这是造物主的手段 也是宇宙起源最重要的时刻 造物主 军天沉思 他的内道养成 未来可以孕育出生灵吗 可以成就大宇宙吗 这是极致的奥义 这个层面我很难说得清楚 军天摇头 突然间洞悉到无比浓烈的生命波动 这让他诧异 天头凝望过去 看到已经走向较远处的圣莲子 挖出的那片区域 蒸腾出刺目紫霞 顶级灵根 圣莲子太恐怖了 他已经挖出了两株顶级灵根 无愧是圣莲族 对于灵根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收割能力实在是匪夷所思 长老都惊叹 这让十一长老乐得大笑 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 当然了 他这个意外之喜是完全冲着女王来的 若非他放弃了圣莲子 两株顶级灵根资源要寄在女王头上 女王犯愁了 他组建的队伍 目前资源总收获已经倒数第三了 眼瞅着都要垫底了 堂堂真仙颜面何在 在开天宝界深处区域 雷元儿下意识回头 黑宝石大眼睛巡视军天 不由地仰了仰拳头 他总觉得那片世界存在问题 他到底在观想什么 那片区域似乎蕴藏着某些神秘的规则 疑似海眼 雷元儿促眉 军天始终没有任何动静 认为在分析了不得的东西 此时此刻 在阵纤碑的遮蔽过程中 军天状态 正在无限爆表 全身滋生出的万道 形成了恐怖的脉络 当轮回核心显照而出 维系万道运转的时刻 壮弱巨大的轮回宇宙 一时间 军天内道更为深邃 轮回漩涡大致无边 似乎可以装填宇宙星海 哼 甚至 它的违规及世界都发生了变化 更为清晰 因为是至高神状态 军天可以看到禁忌世界 显得更为强大 原本开辟的道路向前衍生一截 哈哈哈哈 军天紧握着拳头 忍不住笑了 惹得许多探索者频繁回头 发什么疯 女王不由得惊讶 似乎有什么重大收获 否则不至于情绪失控 军天能不高兴吗 违规及前职壮大 这很恐怖 预示着军天在至高神的体现更强 继续回归到永恒境 状态要跟着报表 嗡 甚至在这等状态中 宇宙核心在他的眼底更为清晰了 那是 其间军天有重大发现 观测到了雪亮的腹 辅光 反物质 他沿着神秘 未知 遥远的时空折射而来的 倒映在军天的精神噬海 辅光依旧对他形成了难言的压迫 不过因为禁记录更为完善 他勉强可以撑得住 从而进行反向凝望 反物质 给我黄泥 我帮你 黑石头传成断断续续的话语 朦胧的身影若隐若现的 我看到了 用不着你相助 军天这样回应 无比的自信与从容 通过折射而来的辅光 他隐晦洞悉 到了某种傲益 可以更好接近 反物质层面的显照 女子沉默了一会 传出精神波动 你 这样观测 很容易出事 看到军天 未曾搭理他 女子似乎急了 他继续传来波动 大概意思就是 反物质残留物 精神力接触很容易出事 需要观想 将反物质景象留存在精神试海 如果可以成功留存 等于捕获了大道启蒙 这不就行了 我们间的愉快合作 现在就能开始 军天传出话 我若能成 自然不会亏待你 事实上军天无比心惊 残留物等于大道启蒙 这女子的来历 大概恐怖 逆天 因为刚才他精神力接触的时刻 原神刺痛 预感到了强烈威胁 现在按照女子的话去做 观想这些辅光 回馈到精神试海 努力留存景象 这个过程 军天花费了整整三个月 至于精神试海观想的辅光 现在在他的精神试海里面 似乎复活了 军天毛骨悚然 反物质太恐怖了 残留的这些景象 真的要在他的 世海里面进行复活 很恐怖 军天压着震撼 观测辅光傲益 开始演练 这个神经病在干什么 许多长老发现 军天又开始了新的骚操作 他竟然以能量规则 凝聚成衣丙斧子 在这里练舞了 女王忍不住捂着面孔 有些无地自容 真心都看不懂了 眼瞅着这么长时间过去了 资源地距离关闭已经较为接近了 但军天看起来无比认真 只不过他演练的武技看起来平平无奇 没有任何特殊性 一朝一世似农夫在这里砍柴 但是他们不曾看到的是 军天演练的时刻 体内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春夏秋冬 稍纵即逝 体内世界的变化无穷无尽 似乎无数季节过去 凝聚出的斧头都跟着腐朽了 他继续凝聚出第二个开始链 整整在这里舞动斧头三个月 神经病的大帽子也跟着彻底坐实了 军天完全进入了忘我境界 就在他认为将观想的奥义彻底融会贯通的时刻 仿佛间发现那些辅光反物质 显照出了更为恐怖的奇景 辅光的源头 似乎跨越了无垠的外宇宙 披来的一斧头 轰在这片混沌区域 从而形成了这片开天宝剑 开 军天忍不住仰天大吼 似乎被震住了 胸膛喷发出无穷的情绪 要效仿反物质形成的无上威慑力 进行开天一斧 缔造出一片起源宇宙 让他给我滚出去 三长老勃然大怒 神经病就这样好了起来 这还得了 所有挖掘宝物的强者都被惊住了 满脸怒火怒视着军天 恨不得将其活剥 轰 军天猛地拔对而起 持着能量巨斧 冲破了一层层时空 沿着特殊的轨迹腾云架雾 将斧头狠狠砍在穹顶区域 这是辅光源头席年攻击的区域 隐藏着重要线索 军天打出的辅光看似简单 实则特殊地带跟着崩碎 刹那间喷勃出海量子物 淹没了苍宇 迸发出亿万众开天道音 第1381章先天灵宝则主 军天挥洞斧头 拔对而起 壮若开天辟地 轰隆 穹顶崩出大裂口 海量的子物骑刷刷喷涌而出 形成了一幅宇宙奇观 子物壮若勾勒而成太出宇宙 磅隔着人 看起来非常不真实 啊 那是什么 我的亲娘 这这 一系列的长老都失声 震撼 头皮发麻 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 三长老温怒的面孔跟着僵硬柱 苍老的面孔跟着剧烈颤抖 紧握着拳头 站起来 险些吼出声 他们麻了 差点裂开 军天凿开了资源库 海量的太出根源就这样喷射 甚至咆哮起来 引发了惊天风暴 简直早开了史前宝藏库 为原儿张大嘴巴 全身闪烁出刺目的雷霆之光 预示着情绪起伏较为猛烈 万元之躯他们呆愣在原地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他们辛辛苦苦探索资源 结果最大的资源宝库就在上头 与上头的资源相比 他们挖出的就是长江里的一条鱼 圣莲子苦笑 这就是红上女王放弃她的根本原因 从一开始原盗子已经锁定了最强宝库 探索出正确的路线 嗷吼 辜负无双 牛啊 在喧嚣的开天宝界世界 小白虎的咆哮跟着传出 这片世界短时间鸦雀无声 唯独金秀身躯发软 下意识远离虎妞 至于红上女王脸上透出的浓浓喜悦 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 气得花枝乱颤 眼睛都有些发黑 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小白虎连忙捂着嘴 不小心把心里话得说出来了 抢啊 只不过是人紧紧短暂震撼 成群的探索者封吼着 接近军天所在的世界 目前子物正在疯狂喷射 满世界乱飞 一缕缕的相对于沉重 军天岂能展开大规模的收割 事实上 早穿这片世界军天已经后悔了 刚才沉醉在探索中 始终在演练辅光 结果遗忘了谨慎行事 不过现在他来不及考虑后果 阵先被散发出层层迷雾 掩盖了一片地带 准备私吞部分根源 塑造第三元神 当然作戏要作足 军天呈现给世人的背影 正在艰难搬运各类根源 反倒是因为海量太出根源喷发 这片区域乱哄哄的 各方都在哄抢 但在其间圣莲子他们 反倒是极难接近军天立身的世界 要快 军天快要疾风了 迷雾笼罩的特殊区域 他的法体跟着猛冲 爬上了穹顶 他很清楚最强的造化隐藏在穹顶之上 也可以理解开天宝界的另一端 说不定可以挖出先天灵宝 事实上 这类轰抢局面 让各路长老的脸色殷勤不定 那些外援的行动力都极强 纵然他们仅仅可以拿走二城 但是以海量根源喷发的数目来看 这些外援转翻了 根源和太初之气岂能相提并论 这类举世难求的天物 对于任何生命提起到的帮助都无穷之大 风雨雷电四大鼓足了的不行了 以他们族群的规模 岂能担心伤盟违规 压着资源不给 至于始终静默的大长老 深邃的瞳孔凝望着军天立身的区域 根源物质既然从这里冒出 世界的另一端还有其他的超级财富吗 哼 万元之躯正在疯狂逼近 其间收走大片根源物质 只不过他发现距离穹顶 始终隔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这片世界存在庞大的压制 看似距离很近实则无比遥远 原盗子究竟是如何发现于短期做到的 圣莲子有些看不懂了 目前裂开的穹顶 还在喷射紫物 多数都落到军天的洞虚道府里头 我说女王 这小男人从哪里挖出来的 真有你的 回头给我用用 为组长温婉端庄的面孔凝重了 军天肯定发现了开天宝界的历史谜团 这些资源也断然是漫长岁月积累下来的 什么给你用用 红尚女王惊喜而又烦躁 哦 口误 你别急 岂能跟你抢 我是说等待我们的开天宝界问世关头 让你男人助我一臂之力 为组长在这里解释 我说了 我们没有这层关系 红尚女王气得恨不得将小白虎拉出来打死 哦 对对 是 你们没有这层关系 回头我把雷元儿介绍给他 这样你没有意见吧 肥水不流外人田 未来我们就是一家人 为组长微笑 在场的强者谁看不出原道子的恐怖 洞察力太过于离谱了 十一长老已经麻了 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闷骚女 你给我滚 闭上你的嘴 女王很烦躁 瞪他 旋即察觉到自身失态了 连忙稳住情绪 解释说他说这些话成何体统 传出去有损形象 呵 急什么 为组长邪逆着他 脸上透着意味深长的笑容 反倒是红上女王内心的震动越来越大 俗话说明是出高途 军天的体现超出他的预估 严重超纲了 目前 军天的法体已经跑到了世界另一端 要快 圣莲子他们固然短期无法攀登上来 不过给我的时间也相对于有限 军天的法体藤月在这片神秘世界 可以理解为专属于开天宝界的外太空 他还能审视到辅光反物质 不过对应的源头更为遥远 穷其一生恐怕都很难接近 当然就算接近了 恐难发现什么 这些辅光绝对是开天年代打出来的 也是遗留的残存景象 席年一辅 砸在这里 形成了特殊的开天宝界 也不知道是什么层面的高端局 到底是谁挥动的斧头 反物质到底可怕到了什么层面 与最古的起源有关系吗 甚至和当下的宇宙有关系吗 细思极恐 认为面临的问题 与西年方舟重启看到的各类景象 属于同等层面 就算可以爬过以他的小身板 也承受不住突发事件 不管了 挖掘先天领宝才是最要紧的 目前 军天已经接近光团世界 无比的耀眼 刺目 撞弱八个大日高悬 色彩不同 无时无刻都在吞噬开天宝界的精华 壮大内运的物质 宝贝我来了 军天迅速临近第一个光源 璀璨耀眼 透着浓烈的开天道泽 崩 他开启天眼通观测 顿时震撼的无以复加 因为内部蕴藏着紫色宝散 小巧精致 不显的粗糙 交织着无穷无尽的规则脉络 撞弱精美的刻图 军天的大手临近光团的时刻 发现这是守护领宝的结界 很难震碎 呆死 军天低吼 全身沸腾出各类大道光雨 轰击的光团发出巨大声响 崩 忽然间 沉浸在内部的宝散被惊醒了 他自主转动 发光 辐射出无比刺目的霞光 形成了风暴欲要冲出去 强横 极致的强横 纵然是纯净的先天领宝 但是看起来犹如大道源头 散面转动起来 完全可以搅碎宇宙霸主 不能这样蛮干 军天停止了攻击 一阵心急如焚 如何收服 先天领宝蕴藏的意志 都是出生状态的 我或许能以前职收服 军天脑瓜子很灵光 猛的启动前职 发体荡漾出深邃的万道脉络 形成了宇宙漩涡转动起来 这片世界都滋生出各类恐怖的奇景 然而 未曾等待启动轮回窒息 突然间发现紫色宝伞 明明终与它建立特殊关联 有戏 先天领宝再则主 认可我了 军天眼热无比 更为紧张 毕竟时间很有限了 渐渐的 宝伞与军天建立更深的联系 它名动先天道音 突兀飞出来 悬在军天头上 溜溜转动 哈哈哈哈 军天的精气神迎来了暴涨 在宝伞规则笼罩中 身影变得恐怖与神秘 带着浩瀚的先天光雨 似宇宙第一生灵 它来不及测验先天领宝的状态 迅速接近第二个光团 第二件先天领宝 军天头皮发麻 是红如血的宝扇 纯净无瑕 犹如世间最美丽的玉石雕琢而成的 全身脉络线条 轻轻凝动间 倒映出宇宙星空蒸发的画面 军天眼红的犹如大兔子 如法炮制 启动自身前职 让宝扇轰鸣 与他建立联系 尽行则主 第二个较为顺利 或许是因为掌握宝伞的情况下 其他的灵宝很容易和他建立联系 反倒是第三个超出军天的预估 竟然是一株仙天祖根 看起来壮弱玄武胜兽 吞吐大道仙音 带着浓郁的仙天道物质 军天刚刚接近 祖根通灵 搜得一下子冲出去 哼 镇压 军天起动宝伞 肉眼可见的伞面迅速扩张 放大 一下子压盖了外太空 大致无边 无论玄武祖根逃到哪里去 始终逃不出散面的压盖范围 甚至随着散面收缩 裹着玄武祖根 就这样将其封禁在散面内 接着 军天冷酷逼近第四个 太出根源物质快要空掉了 原盗子收取了多少盗 很难想象这是什么数目 难道这一次第一归属于他了 开天宝界不平静 与长老黑着脸 即便是军天拿走二成 也是天文树木 目前雷元儿这些年轻强者 已经选择联手 搭建大道梯子 无限逼来了 军天猛地咬牙 时间到了 当然他不会太贪心 总要留下点什么 否则伤猛肯定怀疑他私藏了 法体放弃收割剩下的造化 迅速撤退 沿着迷雾回归主体 轰隆 刚刚做完这一切 再使人关注的那片破裂穹顶 轰然间蔓延出沉闷如雷的大盗之音 带动阵阵磅礡的威压 禁锢了这片世界 为原儿他们仰着头 皆是惊骇无比 破裂的穹顶 陡然间坠落银色锤子 带动开天光雨 他轰鸣而来的时刻 一下子砸在军天的天灵盖上 啊啊啊 一声杀猪般的惨叫 军天瞬间头破血流 头骨都破裂一片 身躯变形了 轰隆一下子坠落在大地上 谁他妈偷袭我 军天痛苦抽搐 满脸鲜血 避体的内甲破裂 在地上的打滚 惨叫不断 看状态没了半条命 第1382章 谁是你姑父 军天浑身鲜血 面孔猙獰 指天怒骂 俨然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德性 女王心头发紧 担心军天重创 但是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当然现在没人关注军天的伤势 全部凝望着从残破穹顶冲出的小锤子 朦胧着开天光雨 震动了开天宝界先天灵宝 是先天灵宝 各路长老则舌 真仙都沉不住气了 紧握着拳头 满目喜悦 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 没想到原道子凿开的区域 冒出了重量极至宝 甚至 更为赤圣的神光轰弱 比太阳还要耀眼 壮若一颗金色星体 从残破穹顶冲击而出 它吞霞吐厌 熊熊燃烧 犹如一颗星星 纯净无暇 第二剑 竟然有两宗先天灵宝喷了出来 谁打我一巴掌 这是真的吗 我的心脏承受不住 这是真的吗 啪啪啪啪 所有的强者都呆滞 脑瓜子犹如江湖 认为太梦幻了 至于圣莲子这些带时天骄 沉默 而又苦笑 短暂时刻逆转 就这样被原道子碾压的 有些抬不起头 亏出血了 秀而失神 军天就这样被砸下去了 错失了收服先天灵宝的资格 刚才他但凡握住一口 再加上先前收割的根源物质 那么这一次开天宝界的总收获 军天将要位列第一 只不过对于女王而言 他很清楚没有这个分量成为首席长老 也压不住各路实权长老 给他都不会坐上去 否则真的硬着走上去 未来恐难安生 哼 目前先天灵宝悬挂的区域 雷元而他们接近 正在相继竞争 纵然最终的不到先天灵宝 但是谁都清楚纯净的灵宝 蕴藏着各类恐怖道物质 对于修为帮助极高极高 军天全身都是鲜血 指着穹顶区域破口大骂 好像归女改姓了 媳妇被抢走了 周围的起源者深感同情 看军天的眼神都怪怪的 这个怪胎真的是恐怖 甚至 这一次的收割很可能超越历代的总和 还是在弟子战场开启的时代 那么这些根源物质 真的要售卖出天价 我开启的密地 林宝里当属于我 军天极赤白脸 愤懑无比 都顾不上伤势了 姑父 你太牛了 小白虎一脸崇拜跑来 姑父 谁是你姑父 军天愣了愣 金秀的眼底也带着崇敬色彩 道 虎妞你不要乱说 他们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身份 现在还需要保密 对 严格保密 一个字都不要泄露出去 姑父你放心 我的嘴很严 小白虎拍着胸口在这里保证 军天一脸的活见鬼 哪里冒出来的谣言 周围的起源者更是一脸崇拜 心想着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不愧是能将红上女王拿下的超级选手 军天的心情则是较为压抑 这件事算已经闹大了 立身在竞技领域 早开了最强宝库 宇宙商盟绝对要怀疑什么 他正在思考应对之策 小友 初来一世 树底 大长老的话语由远而近 这位自古沉寂在宇宙商盟的巨头 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年轻人了 军天心头发紧 宇宙商盟的大长老 这等级数的存在 可以称之为商盟第二掌权者 统领商盟各路长老的巨头 他有多强 这是完全未知的 但断然超越了其先 身份与地位都无与伦比 军天浑身带着血 艰难离开了开天宝界 向着黑洞边缘区域接近 刷 数不清的目光凝望而来 过数都带着好奇 疑惑 一味永恒静的小修士 就这样挖出了最强宝库 总觉得匪夷所思 红尚女王暗中对军天传音 例行询问 不要紧张 有什么说什么 不能说的也不要说 总之这是闹大了 红尚女王对于大长老都无比忌惮 他刚踏上起源道路的时刻 这位已经高悬宇宙商王 掌握大长老权柄数千万年 女王倒是不担心幕后黑手这层身份泄露出去 宇宙商王始终中立 岂能因为他是黑手的门徒从而镇压 晚辈原道子 见过前辈 军天走来见礼 置身在混沌中的古老身影 建设出一片能量潮汐 顺着军天残破的天灵带涌入肉身 一瞬间 军天全身暖洋洋的 热气腾腾 破裂的头骨开始愈合 亏损的生命精细得到补充 短期走向健全 不懈前辈治愈我的伤势 晚辈修为不深 否则肯定可以拿走先天领宝 军天一脸的愤愤不平 实则心情更为压抑 刚才的能量看似治愈 实则他认为是在探测他的状态 无声无息的探测 其间军天没有任何感觉 足以可见大长老的逆天之处 小道友无须多礼 我真的非常好奇 你到底是如何开启那片世界的 商蒙大长老走出混沌 威严老者 一袭灰袍 话语犹如黄中大缕 震耳发聩 成为这片世界的聚焦点 是呀小兄弟 我也很好奇 你发现了什么 雷族长如沐春风而来 纵然满身混沌雷霆恐怖滔天 但温婉高贵的颜容 将其映衬得尽力如鲜 小兄弟 我是丰族大长老 小道友 我是殿族三长老 风与雷电四路古族强者 和颜月色走来 他们联手掌握的开天宝界 已经有开启征兆了 看驾驶准备 请动军天过去帮忙 诸位前辈 军天头大 完全是一群洪荒巨龙 向着他接近 纵然很是热情 但是他真的是承受不住 这些前辈散发的波动 还有你们靠那么近干什么 人就在这里还能跑了 红尚女王黑着脸走来 是我们唐图了 雷族长他们笑着解释 也没想到有求于永恒进小修士 失了分寸 忘记他现阶段的修为 还是太弱太弱 这事情其实很简单 只不过晚辈说出来未免 他下意识扫视不怒自威的大长老 认为面临宇宙升空 邦国浩大 无边无际 不由得进行窒息 你但说无法 自古英雄初少年 在地子路文明大爆炸的特殊年间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性发生 大长老说道 也不要顾忌什么 我们宇宙伤盟的儿郎还不是因为被你反超 从而记恨什么 那好吧 问题显而易见 答案就隐藏在我盘坐的区域 军天说道 与我同行的探索者 他们仅仅专注于宝物挖掘 而我来这里的最大目标 则是为了探索这片世界的本源法则 审视开天宇宙环境 强盛我自身修为 就是因为深层次感之中 发现有稳固混乱大道的源头 它正在缓缓长行 话说到这里 大长老眼底闪出一色 稳固 源头 你看到了开天宝级的宇宙核心 为阻掌震动 这片宇宙目前还是初始状态 未曾真正滋生出宇宙核心 否则他们肯定可以发现什么 但是他 竟然看到了 甚至先前万元之躯 他们都没有留意到核心 意义显得重大了 各路长老纷纷吃惊 军天这时看到了宇宙核心的孕育过程 洞悉力未免离谱了 十一长老一脸的挫败 怪不得红上女王选择了他 这等观测高度当真是离谱 他忍不住看向女王得意的面容 紧握着拳头 原道子现在是弱小 但是他未来绝对是真仙 更为恐怖 岂不是红上女王连选择的男人都压过他一大截 可能是因为我的原神较为特殊 曾以各类天物培育过 可以发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军天的精神是海散发出宇宙核心孕育的画面 以及子物蒸腾的过程 纷纷会聚向穹顶之上 就能解释的通为何冒出海量子物 各路长老哑口无言 根源就是核心诞生的 这个谜团也算是揭开了 风与雷电四大鼓足的强者 不由得激动了 他们他们保借储藏的根源物质 断然是一笔巨量的财富 你演练的伏法 大长老继续问道 这正是军天担心的问题 雷元而他们相继冲上穹顶了 或许发现了辅光 源自于宇宙核心荡漾的规则脉络 军天的话语对他们的冲击力较大 这片宇宙孕育出的本源神通 但是很遗憾 军天摇头 因为开天宝界的特殊性 孕育的篇章并不完整 也正是因为是本源神通 我才可以劈开穹顶区域 开启宝库大门 这片区域的氛围有些诡异了 短暂时间看到未曾成形的宇宙核心 学会了本源神通 源道子的悟性强硬到什么程度 事实上 我有个大胆设想 军天说到 或许能以特殊手段 催熟这片宝界 从而形成独立的世界 里头毕竟诞生了核心 未来可以独立的小宇宙 军天是故意说的 降低自身的身份档次 伤亡岂能舍得放弃太出之气的再生秘境 不 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 我想回归消化这段时间的收获 军天做事要走 道友等一等 这时间 万元之区回归了 攥着银色小锤子 凝视着军天 大长老抬起手抓起银色小锤子 审时吉言颇为满意 至于黄金大日则是被圣莲子收服了 这位道兄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军天转身望向和大长老交流的万元之区 暗暗诧异 这小子莫非发现了什么 只不过当时他收服宝物的时刻 一阵线杯散发的迷雾笼罩了外太空 即便是万元之区能和宇宙本源沟通 岂能发现什么 等待他们交流完毕 大长老的目光望来 淡淡道 小道友 我有些事情需要询问你 私下里谈一谈 大长老 您这事 女王下意识走向军天面前 妖媚的面孔凝重了几分 万元之区则是沉默站在远处 始终审视着军天 眼神透出阵阵危险气息 场中的气氛有些紧张了 万元之区发现了什么 刻意带走军天拷问 难不倒他私吞了某些宝物 大长老淡漠道 这位小道友 还没有来得及询问你的具体身份 女王醋眉 道 大长老此言何意 莫非我还能做出对不起伤盟的事 时长老你也太心急了吧 如此袒护让我不得不怀疑什么 万元之区居高临下审视着军天 仗着背后有大长老撑腰 不惧红上女王 他冷冽开口 况且问一问来历有什么 我们宇宙伤盟自古中立 从不参与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可如果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的地头上 可就要好好清算一二 我给你们添乱了 要不把资源塞回去 重新再来一次 军天冷漠忘来 这话怎么听着扎耳朵 原道子你拿走的好处可不少吧 可有关于外太空的事情 不给我一个交代你走不了 万元之区摇头 第1383章六位真仙大佬 周围的人纷纷心惊 万元之区这话 意犹所指 军天在穹顶上头 拿走了部分宝物 只不过各方皱眉 如此短暂的时间 他岂能收走先天领宝 万元之区的目光 一瞬不瞬注视着军天 身躯冒出法则之光 勾动这片宇宙的本源 深层次感知军天的情绪变化 你这话什么意思 军天冷漠盯着万元之区 道 话给我说开了 别给我笑里藏刀 你 万元之区全身沸腾出恐怖的法则光语 形成了亿万重规则脉络 自生出一片茫茫大宇宙的投影 精神面貌完全不同了 周围的强者心颤无比 感受到了无边的法力狂潮 发起狂来足以毁天灭地 绝对是一位盖世弟子 怪不得是宇宙商盟的第一奇才 怎么 想要对我发威 可笑 没有我 你们拿得走这批资源吗 军天的态度强硬的不像话 万元之区的眼底冒出刺骨 这是在说他什么都不是吗 元道子 你过了 不要以为 十一长老神情很冷 他这是在羞辱整个商盟的年轻人 不要以为什么 我心辛苦苦开启的宝库 反倒是有错了 军天眸子凛冽无比 周围的起源者纷纷瞠目结舌 胆敢何真先叫板 十一长老的脸色冷了无数倍 体内蔓延出无尽的毁灭狂潮 像是踏破了远古洪荒 碾压的这片世界都在发颤 女王未曾动弹 雷组长连部轻移 璀璨的雷霆之光画过外太空 天地间的氛围压抑的不像话 似乎史前最狂的雷霆将要毁天灭地 周围强者冒冷汗 两位真仙要厮杀吗 但是雷组长绝非等闲 在真仙界如雷灌耳 立身之地撞入雷霆的源头 他也没有看十一长老 他的目光转向大长老 但莫道我说大长老 我们风雨雷电四大鼓足的开天宝界要开启了 如果牵扯到宝界有关的引擎 希望可以现在告知 是啊大长老 有些话可以在这里说清楚 元道子 有什么就说什么 宇宙伤盟还不至于小肚鸡肠 同时间 风雨雷电四路鼓足强者来了 他们都想要和元道子建立紧密关系 将其拉拢到自家门下 大长老的话语传来 很有穿透力 小道友不要误会 也不要紧张 大长老 我可没有什么好紧张的 我师尊叫什么 我可不清楚 军天继续说道 哦 我没有资格知道你师尊的名讳 大长老的眼睛围眯 体内滋生出足以压概盛世的威严 整片世界 整片苍穹 宇宙星海跟着至阴至暗 这是一幅异常恐怖的景象 宇宙疑似即灭了 大长老轻而易举改变了这片宇宙的环境面貌 确切地说完全因为他的心情改变 万元之躯面孔冷漠 无论成就有多强 盖世弟子对于真仙都要绝对礼敬 更何况是商蒙大长老 真仙界的泰山北斗 犹如古来无敌者耸立在天地间 目光所及之处 万法歼灭 这纵然不是刻意针对军天的 纵然仅仅是因为大长老的情绪变动引发的天地异象 但是立身在这片世界 犹如置身在繁荣 唯独雷族长这些存在 还能散发荣光 但有些暗沉 玄殊看出来了 道与道的体现是完全不同的 军天的感触更深 这片世界已经彻底禁止了 大长老如果准备为难他 瞬息间可以展报他一万次 可以看出大长老既然没有以强硬的手段镇压他 看来没有万元之躯 仅仅是猜测罢了 轰 只不过这片阴沉到了极点的大世界 轰然之间被彻底照亮了宇宙升空 蔓延而来无比恐怖的光辉 伴随着沉重的脚步声 由远而近 大宇宙在猛烈战斗 无上的伟力汹涌而来 促使着宇宙伤蒙大本营的氛围 压抑了无数倍 紧接着 一位接着一位赤胜的身影 原神显照 横渡星海 比临这片世界 黄皮道人 光头大和尚 应天府 龙葵天尊 还有被强行拉来的老天剑 虽然不情愿 但还是在心里诽谤几句来了 他们耸立在苍穹 纷纷望向了原道子 他们也没有想到 幕后黑手的门徒 竟然将宇宙伤蒙的开天宝界给挖开了 这让他们的连亡哪个 伤蒙各路强者犹如雕塑僵硬在原地 散修界五位元超级大佬全部到位了 除了其余的四位在闭关 在禁谷历史都没有露面 算上红尚女王也是散修界十大真仙 他们六位尽数到来 圣莲子哑口无言 这是什么牌面 五位真仙原神显照 驻足在军天身后 什么都没说 也好像在传递某种意志 这主但凡出了点事 就要开战了 万元之躯沉默了 收敛了自身波动 纵然他有通天的来历 也请不动六位真仙为他保驾护航 毕竟这是在映传宇宙商盟 表明他们的态度 甚至 他们也不认为 单凭红尚女王一句话 他们就能来插手商盟内幕之事 有长老苦笑 这件事算是闹大了 没想到捅了炸药桶 也完全是发生口角而已 大长老面色如常 他依旧是这片世界的最强者 淡淡道 是长老 原道子是散修界领头者的门徒 此言一出 雷族长的都闪出金融 散修界为何有这等可怕的振折力 为何胆敢闯入宇宙商盟为君天撑腰 仅仅是因为十大真仙大佬 自然不可能 还有神秘的领头者 放眼浩瀚的大宇宙 属于绝对的传奇与神话 但在近古历史从未露过面 大长老 我刚才说我不清楚我师尊的名慧 是因为我真的不清楚 君天接话 不过我师兄还是有些名气的 君天说出一个名号 周围的强者皱眉 他们未曾听说过这位是谁 反倒是雷族长金乐 道 你是武道狂仙的师弟 什么 武道狂仙 周围的强者大惊失色 应天府他们内心也震动 这位号称近古历史 最能打的真仙 压根没有任何败机 相对于惊人的是 培养武道狂仙的是幕后黑手 到底可以定位到什么层面 世人也不认为袁道子在这里撒谎 未来总可以证实什么 如果真的被揭穿了谎言 最终倒霉的还是红上女王与袁道子 伤盲各路强者面孔凝重 这个神秘的势力大概离谱了 袁道子的背后肯定有更为可怕的巨头撑腰 特别武道狂仙 在天外德高望重 各路真仙都给面子 我说大长老 这是出了什么事 闹出这么大阵容 听说你们的开天宝界被挖开了 赚取了最起码数百万亿的财富 要恭喜了 黄皮道人讥笑一声 早开了这等宝库 就算偷拿一些资源算什么 大长老看向了万元之躯 他忍着压力走来 道 袁道子 刚才我登陵穹顶上 发现你离开前 有一层迷雾笼罩了那片世界 君天心头发紧 他竟然发现了迷雾 纵然当时正鲜碑的本体还在镇守他 但是散发出的迷雾 就这样被扑捉到了 甚至 万元之躯释放出精神波动 稀薄的迷雾 笼罩穹顶世界 抓不住 摸不着 随着渐渐散去 再无其他了 这让君天松了口气 未曾看到迷雾内的景象 我大概听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我释放迷雾 盗取了一系列宝物 君天冷烈回应 看来我掌握如此手段 应该偷渡到穹顶之上 拿走所有的资源 阿弥陀佛 言之有理 大和尚话语犹如红中 他们不是得到了两件灵宝 至于在短暂时间 取走更多的宝物 各方摇头 这可能吗 为原而言底闪出异色 他没有之声 事实上 在他们谈话期间 有数位成员从穹顶返回 对着大长老传音 已超级一宝映照过 没有什么发现 小兄弟不要心急 仅仅是例行查问一二 大长老淡淡道 既然话都说开了 为了弥补你的委屈 多给你一成根源物质 大长老 这一群长老变色 君天最起码取走了数万道 就这样让他拿走了三成 资源也是无比庞大的 应天府不耐烦道 没有缘道子 你们也得不到这些 这些反对者顿时不吭声了 按道理来讲 补偿给他更多也不算什么 收获终究离谱 剥谢前辈 君天拱了拱手 倒也谈不上什么怒意 毕竟偷拿了六样宝物 好了 都不要继续说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以后都不要提及 大长老道 立刻查验各类资源 评估出时大长老人选 散修界来的朋友入内一续吧 大长老无须客道 散修界还有些要紧的事情要处理 我们告辞了 原道子 代我们向你师尊问好 回头你若是有时间 来我们散修界做客 应天府他们刹那间消失 周围的强者 看原道子的目光更为怪异了 这主的来历估摸着太可怕了 至于风雨雷电四大鼓足的强者纷纷笑着走来 都想将其拉拢到身边 为组长为孝 以他和女王的关系 借用他男人一段时间 不需要商量了吧 军天和这些强者互换各类联络信号员 接着他提交一系列的资源 最终得到了八千余根源物质 事实上 军天背后已经惊出了冷汗 差一点就暴露了 看来未来形势必须要带上震鲜碑的本体 要么就老老实实的 回归仙山的路上 女王传音 你真的没有多拿 你想让我多拿吗 军天回应 这个如果真的多拿了 可以送给我点 反正我又不是本族成员 否则岂能挂名再散修戒 红上女王已经顺利成为商盟第四长老 原本可以成为第二长老的 不过被他婉拒了 当然以他现在的身份定位 权势更大 轻轻松松可以调动数万亿宇宙金 真正掌握了滔天大权 这一次我也是赚大了 都是意外之喜 见者有份 另外帮我转交给应天府前辈他们一部分 军天直接取出了二千道根源物质 怎么分配就看女王的了 也算是感谢应天府他们出面 虎妞 你怎么不吱声 普悟的 女王伸出手捏住了他的耳朵 想着回头如何教训 小白虎缓缓抬起头 眼睛泛着滚滚泪花 眼眶紫红了 我还没有教训你 你给我哭上了 红上女王怒斥 噼里啪啦 小白虎紧握着拳头 原本呆萌的翘脸 刻满了寒意与疯狂的杀意 体内传递出低沉的虎笑音 虎妞你怎么了 金秀脸色大变 你该不会是感动的哭了吧 你给我滚蛋 小白虎擦了把泪水 道 我在古文明的母舰被集沉了 若非我来这里探索开天宝界 恐怕真的会陨落 可我的很多朋友跟着死了 什么 金秀面容惊变 红上女王沉声道 给我慢慢说 是神药 第1384张人狂逼有祸 小白虎体内冒出滔天凶煞气 背后凝聚而成白虎法相 朦胧与恐怖 发出阵阵低沉的虎笑之音 预示着情绪严重不稳 毕竟小白虎是巅峰宇宙霸主 偌大的仙山都阴沉下来 荡漾着不灭神威 压制的远方走来道贺的各路弟子心惊胆战 身为红上女王的侄女 小白虎的前职无比惊世 否则红上女王昔日不至于放弃圣莲子 让他侄女入内搜寻机遇 神药 小白虎的怒意已经飙升到了极致 神药暗中埋伏 偷袭他的母舰显然就是冲着他来的 那艘母舰已经呈现了 连同大片散修剂的精锐跟着暴毕 当中有不少他的好姐妹 神药出手了 军天眼神冷漠 开启祭台 有些牛魔王他们发来的消息 都不是特别紧要的内容 无非是有关于分身的问题 这一次他闯荡的时间终究太长 至于情报区域一片宣废 皆是因为神药在数日前雷霆出手 成为了热点情报 军天开启情报 关注情报官发布的战场景象 属于散修剑那片资源地 违规及母舰开出来的时刻 便是遭遇了袭杀 那是神药的身影 邪魅 霸道 体内蔓延的生命精血汹涌起伏 压概了日月大星 镇住了违规及母舰 通过这些画面已经可以看出神药更强了 气血折天蔽日 霸主神威震天动地 轰 他举权向前压来 违规及母舰又如何 舱壁刹那间变形 裂缝冒出滚滚血雾 可怕的反阵影生生震碎内部各类起源者 阿 散修借死了大批起源者 肉身与元神全部蒸发掉 异常惨烈 唯独光头小和尚还活着 冲出破裂仓室 刹那间启动杖六金身 发出一声大吼 撞入怒母金刚 神药 日你祖宗 东 神药的回应无比霸道 全影轰杀 血光闭日 犹如无上恶龙阵列杖六金身 让其横飞出去 撞塌了一大片山岳 单纯这等景象足以让人惊悚 小和尚启动杖六金身 肉身强横绝伦 但是抵不住可以打爆违规及母舰的权利 姐姐 你们这些妖人 那头小白虎哪里去了 听说她是红上女王的侄女 昔年胆敢冒犯其先 真够找死的 神药没有选择轰杀小和尚 将其踩在脚下 面孔瞬息间变形 光头跟着泵射出来大片血液 险些暴碎 废物 极限弟子落伍了 唯有该是弟子才能横行天下 神药发出冷酷无情的话语 我若是想要杀你易如反掌 麒麟子走了我很寂寞 接下来和你们散修界的弟子慢慢玩 显然这是神药刻意记录的景象 传输到情报界引发了惊天震动 世人见证了盖世弟子的强硬 时代潮流需要改写 这对于举世弟子而言 皆是暗淡了 沦为绿叶陪伴盖世巨星 心理上有巨大的落差感 感慨历史红涛之下 过往的人和物早晚被淘汰掉 而对于散修界的突发事件 年轻一代的斗争 真先高悬事外 岂能放话出来 大和尚在怒也只能强行忍着 甚至 事后散修界和神族军队爆发了 十几次规模较大的热战 打得难解难分 从各类解说员可以看出散修界接连吃亏 神族的号召力太强了 附属族群一大片 再加上神耀这位盖世弟子领军 杀出了无敌神威 神耀这是无敌古文明宇宙了 他可是掌握三重弟子脉络 再加上体质强硬绝伦 谁能挡得住他 事实上他更强了 前些年在拍卖会上 拿下了一株麒麟仙耀 铸成了恐怖倒机 随时可以撕裂真仙大门 成仙作祖 情报界一片热议 连麒麟仙耀都静拍下来帮助神耀成长 可见神族对他的重视程度 甚至习年 神族丢失的威望渐渐回归了 君天面沉如水 他目前仅仅永恒层面 和宇宙霸主存在巨大悬殊 当留意到打星边前些日子发来的情报 君天做出推测 神耀 不单单是冲着我来的 还有因为当年拍卖会发生的事情 打星边时常与齐仙谈判 交易天渊剑的零部剑 齐仙的胃口极大 索要三枚机械之星 始终未曾松口 打星边岂能答应 谈判始终不愉快结束 恼怒的齐仙或许准备从小白虎这里找到突破口 毕竟当年女王陪同他参与拍卖会 齐仙肯定认为他们关系非同小可 兄弟 在什么地方快活呢 神行天几日前给君天发来消息 我在天外 行天兄你那边怎么样了 听说神耀大发神威 狂的不行 他没有威胁到你的地位吧 君天回应 神行天很快回应 别提了 神耀就是个十足的疯子 严重违背神行大人的意志 独断专行 不仅仅是狂的问题 自从成为盖世弟子 有些目中无人了 话说到这里 神行天眼底透着无尽寒意 神耀已经对于神行的命令 都有些推三阻四了 哦 你慢慢说 君天询问 他和散修解厮杀 据说是因为拍卖会 还是和齐仙有关 是因为宝物和女王大美妞 话说到这里 君天的面皮略为抽搐 具体细节我不清楚 总之神耀炼化麒麟仙耀 出关后听说了什么 直接放话要镇压小白虎 据说是为了交易某些宝物 还把问题上升到族群利益层面上 看到这个消息君天面孔冰冷 回应道 因为交易都能引发这等血案 谁说不是 这个神耀就是活生生的疯子 他还在制定计划 准备狩猎雷族弟女 也是因为齐仙当年栽了大跟头 神行天恼目无比 神行的意志很明确 挖掘资源才是头等大事 厮杀下去对谁都有好处 他和神耀谈判过 不过神耀已经底气爆炸了 岂能看得上神行天 直接说他没有资格与我对话 当年神行天气的鼻子都歪了 心里怒骂 狗日的得罪我没有好下场 你可要当心了 狩猎雷族弟子 激怒了雷族可不是什么好事 风雨雷电四大谷族发起狂来 肯定动摇神族资源地 君天回应 要我看 你的任务是守好资源地 如果不行就撤出来 这我知道我在观望观望 神行天吐槽了一阵舒坦了不少 这等牢骚话自然不适合 对家族成员吐槽 否则传到神耀耳朵里 第一个倒霉的就是他 反倒是他觉得神耀如此嚣张 人狂必有祸 活不了太久 小白胡你不要伤心 我陪你一块去 金秀干火大动 事情既然牵扯到了红尚女王 他不会沉默 君天面联络牛魔王的时刻 得知分身快要培育成熟 眼底折射出冷光 本体不行 分身掌握机械文明出手 还是没问题的 你们不要着急 红尚女王说道 炼化根源物质 状态会迎来增幅 这批资源对于九剑道人 他们也非常重要 立刻和他们联络 暂时不要爆发激烈冲突 接着 女王叫来一艘红荒母舰 这样他们横渡接近时刻 能抽时间炼化根源 君天屹立在仙山之巅 望着他们驾驭母舰远去 道 当年的事情 你不应该出头 我已经查清楚了 神要是冲着我掌握舰胎来的 红尚女王眼底冷意四射 毫不怀疑君天的情报啊 年轻一辈的想要成长 总要去经历一些什么 未来走到什么层次 全看他们自己了 女王沉生道 况且 弟子战场开启 厮杀会更为激烈 隐藏在幕后的超级造化 终将浮出水面 幕后 君天皱眉 那些史前名人停滞到现在不破关 都是冲着那些造化来的 红尚女王说道 弟子战场很奇特 相传在孕育某种器具 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规模的 或许是超级竞技物件 君天眼底闪出震撼 培育超级竞技至宝 最终胜出者采摘带走 这真的是离谱 既然情报界没有这类消息流传 看来仅有较为有限的年轻弟子接触过 你准备怎么办 留在这里前休一段时间 还是回归 红尚女王转身问道 该回去了 君天说道 神要的事情 我或许可以解决 你让他们稳住了 切记不要轻举妄动 女王眼底闪出一色 不过想到她师兄是武道狂先 断然还有其他的师兄弟 刷 就在这时间 雷组长带着雷元儿登陵仙山之上 雷元儿的大眼睛直勾勾望着君天 后者下意识投射而来犀利目光 这让腼腆她的俏脸为红 低头思考着怎么去说 女王 雷元儿有些事准备和元道子谈一谈 雷组长微笑 温婉的面孔透着意味深长 若有若无扫是君天 女王洞悉到雷元儿似乎有些羞涩 她顿时不痛快了 就这样跑来抢人 雷组长 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君天正在斟酌些什么 哦 有话但说无法 雷组长颇为惊讶 君天散发出精神波动 大概就是她有些朋友 弄清楚神药正在制定计划 准备集成你们雷组的弟子 呀 坏了 雷元儿花容失色 他们雷组有一位顶级弟子正在带队探险 算起来还是雷组长的侄儿 此言当真 雷组长目光为冷 绝美面孔荡漾冷意 也有些诧异审视着元道子 三口血喷出来 以其先小肚鸡肠的性情 岂能忍得住 君天传婴儿来 这个情报大概是真的 我那些朋友很靠谱 我建议展开反制 有备无患总归是好的 拨谢了 雷组长深深看了眼君天 刷得一下子带着雷元儿下山 紧接着招呼风雨雷电 各路年轻英杰过来集合 四大股族来往密切 其余三族门下的年轻翘楚 对于雷组长轻目有加 寻常就算没有指令 他们也想贴紧 纵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这些年轻人什么都没说 一副为他赴汤到火的德性 你哪的朋友 女王望着雷组长率领成员离去的背影 他不认为是幕后黑手关注这种事情 我在神族内部有些关系 君天说道 红尚女王 好了 我该走了 君天留下一个玉盒子 让她回归洞府开启 接着身影就消失在仙山 接下来她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女王惊讶 回归洞府 疑神疑鬼开启 接着僵硬在原地 火红的披风 透着浓郁的先天本源物质 仅有巴掌大 但迎风放大 烈烈作响 自主披在他乡肩上 哗啦啦 披风自主飘舞 荡漾着炫灿霞光 将女王映成得更为艳丽多姿 光滑细腻的肌肤闪烁玉石般的光泽 眉宇间竟是舞媚风情 她的思维有些僵硬 这货道走了几个先天领宝